1月27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确诊病人登门求医 结果感染医护的事情不时发生 这次遭殃的是马六甲中央医院 卫生部在前天公布的马六甲5G巴拉感染群 就包含了该医院的集体感染患者 截至昨天午夜12点30分 该院已经有43名医护人员 以及6名病人证实确诊 截至本月26号午夜 马六甲中央医院228名 接受检测的医护人员 有43人确诊 51人还在等待结果 170人已进行隔离 18名接受检测的病人 有6人确诊 另外12人进行隔离 根据初步调查 该感染群的首宗病例 是一名从森美兰州人保到该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该医院的眼科 耳鼻喉科和牙科部门 目前只收治紧急个案 预计2月初才恢复正常操作 为了避免扩大感染 医院也展开了更严谨的防疫措施 不过医疗服务还是如常 位于壁牢的森州大学 预科班学院爆发的 英丹德里马感染群 至今已经有25名学省 感染新冠肺炎 早前更有学省控诉 校方让60名和确诊者 近距离接触的学省 在空间有限的祈祷室隔离 导致这些被隔离的学省 最终也确诊 森州大学预科班学院 已经有25名学省染疫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 确诊学省透露 他们已经被搬迁多达四次 今天会先到芙蓉进行检查 然后再被送到沙登的方舱医院 该院校是在1月16号 出现首宗确诊病例 首名无疑难确诊者 在感染前曾经跨州到柔佛 目前该院校大约250名学省 都被隔离 并进行筛检 一名学省爆料 在出现首名学省确诊后 校方将60名 曾经和他接触的学省 全都安排在空间有限 环境糟糕的祈祷室 结果有4人 在17号进行的检验结果呈阳性 校方随后将结果阴性的学省 再移到一所护士学校隔离 24号的第二次检验 再有10人确诊 因此学省就怀疑 他们是在祈祷室隔离时 不幸被感染 而在昨天才建议政府考虑使用伊斯兰的方式 包括利用古兰经治病的吉兰丹伊斯兰党古籍州议员西米尔阿都拉 今天就和大马达兰沙兰伊斯兰医药协会 赠送已经由穆斯林治疗师宋经的十箱解毒圣水 给歌市引起礼堂方舱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引用 疫情下的农历新年绝对不一样 根据中国报探到 国家安全理事会已经初步制定了农历新年期间的SOP 包括允许同一屋檐下最多20人在除夕吃团圆饭 不过在整个新年期间不允许邻居或亲戚互房 完整的SOP相信会在农历新年前的一周公布 来看本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本报了解 这一次农历新年的SOP和去年开斋节相似 不过由于现在疫情更严峻 因此肯定会更严格 再加上政府可能会在2月4号之后 实施更严格的SOP 因此跨州回乡过新年 相信不会获准 同时由于不准堂食 因此也不允许在餐馆吃团圆饭 更不能像过往般邀请亲朋企友到家做客 甚至大肆庆祝 而在国内的疫情方面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发文告宣布 国内今天新增了3680宗确诊病例 再有7人死亡 加护病房的患者也突破了300人 一共有314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Rofo确诊病例破迁有1069宗 成为今天新增病例最多的周数 雪兰有822宗 吉隆坡698宗 另外卫生部长 纳杜斯里阿汉巴巴 今天在部门以线上方式 推荐大马政府和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合作展开的新冠肺炎疫苗 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卫生部的资料显示 有关疫苗从今天开始将会分阶段送往试验地点 国内共有9家医院参与 涉及3000名本地志愿者 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名公众 表达有意参与 卫生部也还会开放招募志愿者的程序 确保可以找到3000名符合条件的志愿者 外劳要回国就必须出示 新冠肺炎检测报告的规定 结果就让部法分子有机可乘 警方日前逮捕了5名巴基斯坦籍男子 揭发他们过去5个月 以300令吉的价码 专门卖假的检测报告 给要通关回乡的同乡 吉隆坡国际机场景区主任 殷然助理总监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时说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机场人员 华裔两名准备回乡的巴基斯坦籍男子 出示假的新冠肺炎检测阴性报告 因此报警逮捕他们 根据警方调查 从去年8月开始活跃的这一个部法集团 至少冒用了三家医院和诊所的名义 伪造检测报告 专门售卖给打算回乡 尤其是不愿花钱和时间进行隔离的同乡 警方在雪州巴山和柔佛古来 分别逮捕两名巴基斯坦籍男子后 本月25号又在吉隆坡大城堡 逮捕27岁的巴基斯坦籍首脑 镜头转下霹雳州以保 43岁无意男子阿尼 因为不满在餐饮店被要求遵守SOP 在前往警局期间和警员发生冲突 更涉嫌以头盔智商其中一名警员 今早被带往以保推市庭 面对三项控撞 被告皆不认罪 被告代表律师蓝吉星指出 这是SOP引起的误会 因此他将成交陈塑信给法庭 要求撤销控撞 被告获准以4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将在2月10号过堂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大宝森节 尽管宾州政府并不允许任何有关 大宝森节的游行 不过银神脸的游行队伍 依然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 浩浩荡荡从小印度出发到瀑布路 宾城瀑布路山顶新都庙信理员 在接受中国报访时说 这大约10人的游行队伍 已经获得了卫生部 宾州警方等单位的批准 也有严格遵守防疫SOP 沿路也不见其他信徒迎接神脸 该庙会在27号到29号 通过面子书直播 让信徒通过线上进行默拜和祈祷 而在吉隆坡 为了配合大宝森节运送神像 警方从今天凌晨12点开始 就封锁了斯里马哈马里安曼新都庙附近的路段 以及黑风洞附近的四个路段 确保送神过程顺利进行 在运送神像期间 任何人士或群体都禁止围观或跟随 黑风洞的入口处已被关闭 人和交通工具一概不准入内 放眼望去 往年人潮汹涌的黑风洞 如今变得空空荡荡 来看国际新闻 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冠疫情 在经过一年多后 全球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一亿大关 死亡人数更是高达215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虽然这些数字可能会让人麻木 不过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 因此全球都必须尽一切努力 阻止病毒传播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在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呼吁 世界各国都应该在今年的前100天内 让所有医护 第一线防疫人员和年长者施打疫苗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数据 截至大马时间周三凌晨4点 全球已经累积1亿021万6403宗确诊病例 215万4967人死亡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在世界经济论坛就批评 中国和世卫在爆发初期隐匿了疫情 但他也反省 德国在防疫决策上确实拖太长时间 在疫情持续的日本 因医疗资源不足 不少轻症或无症状的确诊者都被要求居家隔离 但就有近200人不幸在家中或送院途中去世 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二公开道歉 并承诺将会增加医疗资源 西班牙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舌头和手掌或脚底的变化可能是感染新冠肺炎的前兆 而这些变化就包括了失去味觉 手掌或脚底会出现着日感和发红 甚至是小斑点 香港当局周二晚上7点突袭微风 九龙油麻地三栋大楼 一个晚上之内为330名居民进行强制检测 结果再发现了一宗确诊病例 大约11个小时后 今早6点就解除了限制 而在星期二再次出现本土病例的上海 涉及的地区在当天晚上就拉起了封锁线 当地大批居民排队等待检测的画面 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尽管新冠疫情一直笼罩着国家 让农历新年很多活动都无法进行 不过国内的一些地方 包括槟城乔治市古迹区和彭亨文东等地区 都已经开始挂上了红红的灯笼 让人感受到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接近 新闻的最后跟着镜头去感受这新年的气氛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